5條 九雀 還是沒有 摸到二桶 會怎麼保留 還是退 6、9條 他剛剛如果轉成7柄 摸6打7的話 他就可以槓上5 停對子 有靈感喔 他就可以槓這個5柄 這7、8條目前 沒抓 沒人拿是不是 空白 對啊 很合理啊 這很合理啊 因為6、9條都沒啦 活生生的在你面前 就是剩下一張6條而已 你還不轉嗎 這沒有什麼好堅持 這機率的問題而已 所以他這樣打9條 聽7、8條對打 是很合理的 那你想6條斷了 9條斷了 他有一搭7、8條 那誰還守得住這個7、8條呢 沒有人守得住 那表示他有 摸到7、8條的機率 絕對會大於被摸到這個6條的機率 因為6條似乎也沒有人守得住 沒錯 這樣聽起來是完全合理啦 這裡7 這裡還沒聽 所以目前只有 摸到一張8條 聽牌 6、9餅 怎麼選 6、9餅 抓熟章 還是要打熟章 應該是6、9餅 我最討厭4餅 我是你 我一定打4餅 不用選 6、9餅也是蠻多張的 其實沒幾張 沒幾張 就是熟章 抓熟章 1、2、3、4、5、6 還有兩張 可是已經很熟得爛了 西方ID有嗎 有 7、8條 摸起來 來 自摸7條 沒錯 自摸3條 黃妝 哇 彩雲姐厲害耶 黃妝哥謝謝你 很厲害 沒錯 6、9條都碰斷了 是 安全 打9條安全 然後7、8條 又好聽 沒有人留得住 沒錯 衝 這時候彩雲姐摸這個 三排的部分 逆一 直接逆一了啦 哇 34,200 因為玉琳哥剛剛摸到這個8條 因為他還沒聽 是 正常玉琳哥應該也不會把他打 對 如果聽牌玉琳哥應該是衝